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的James Love Show 我是主持人Phoebe 在我身边那是Jojo 还有James两位老师 哈喽大家好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我们现在已经 就是正式的过了春节了 希望大家都 就是虽然在新西兰 没有很浓厚的过节气氛 可是我还是看到朋友圈很多人 就是除夕那一天 有去佛光山啊或者是什么 就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 就是在过这个新年这样 烧头香 烧头香 没错 然后在上几期节目呢 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讲生肖啊 然后还有我们的四话 我们的紫薇斗书四话 然后接下来我们又要进入 另外一个众同西主题 主题那就是非常多人 非常感兴趣的风水布局 然后我们知道说2024年 我们正式的迈入了假成年 所以现在right now 已经是假成年的气了 是的 对 然后也是酒运的开始 对 嗯 之前有人说立春之后就进入 有些也有人说 呃 那个什么 过了春节 过春节之后 可是我们都已经过了 就是 对 就是现在就是 反正过了就进入了 已经就是龙年了 然后假成年了 嗯 然后是一个新的已经是酒运的开始 大家现在都是活在酒运的人了 对 嗯 没错 所以流年布局呢也是非常的重要 去年其实我们也花很多集的时间跟大家讲 就是风水的布局 然后还有跟流年之间就是的关联性跟怎么样呢 才可以趋吉避凶 嗯 尤其是在新的一年呢 可能大家在去年也是挺辛苦的一年 那希望今年呢 我们接下来讲的内容可以帮助大家 不管怎么样 就是2024年过个好一点的年 嗯 好 那我们 没错 趋吉避凶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觉得只要大家 可能通过一点小小的布局 或许能够大大的改善今年的运势 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啊 嗯 好 那今年的布局到底是什么样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大一幕 嘿 好 我们2024年的流年风水布局 那首先 呃 开头呢 我们要来看看今年的九宫飞星 是飞 是怎么飞呢 飞到哪里 对 飞到哪里 好 首先上表格 上 上北 正北方 对 跟去年好不一样哦 中宫是飞位 诶 我今年 对 记得去年中宫是好位子 呃 去年是文昌 文昌嘛 对 去年是文昌 今年是试飞 呃 大家还记得试飞星是干嘛的吗 三臂路纯星 试飞星 就是会容易吵架 嗯 惹试飞啊 对 它是叫浙游星啊 他是打仗的 战神就跟人家斗争 很喜欢斗的一颗星 对 那呃 因为今年是三星入中嘛 呃 除了煮一些是非 呃 口舌 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的 讲生效的时候 我一直在提醒大家啊 今年要低调做人 对吧 怕是做人 怕是做人 然后不要争吵 然后啊 不要太明目张胆的去 呃 要争夺啊 要怎么样 包括紫薇斗树当中 我们也讲到 今年是太阳化剂 没错 那太阳化剂 它也是在主一个是非的一个力量 呃 而且太阳化剂它是主 它是比较不太利于男性嘛 因为太阳它是男性嘛 中宫也是男性吗 对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鹿存星 假如说用阴阳来分的话 它也是属于羊 它也是比较属于男性的力量 那我们知道哈 它的这个 九宫盘当中 假如说我们只是单纯看中宫的话 它是一个土的力量 它是一个五星书土 但是呢 这个流年飞星它三臂鹿存了以后 然后它会产生一个土木相克 所以为什么又在这个生肖当中 又常常会跟大家讲 我们要注意一下脾胃啊 对不对 要注意脾胃 我们要注意今年的这个肝 这肝部的问题 因为木它又是属于这个肝精 所以今年为什么大势上 我们的这个肺部的一些疾病 依然是很严重的 然后这个肺部的疾病 也会导致一些肠胃道的疾病 对 这个就是从九宫飞星当中 又可以发现这个迹象 而且今年是在战事当中 会比较严重 包括粮食战 包括金融战 然后包括真正我们能看到的战事 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国家 去加入到这个战争当中 这个也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三臂鹿存 它就是代表着战胜 就是一个战事的蔓延 而且土木相克也会造成低震 我们是不是最近又看到地震了 没错 对 有一些国家它已经发生了地震 对 还有火 因为在那个蕴盘当中 中共它是属火 就是因为它是九子星入中了 到了 对吧 20年这个大蕴盘当中 就是九子星它又飞入中共 然后三臂鹿存星在流年当中 木又生化了 又生发了这个火的力量 所以呢 今年要注意火灾 而且九子蕴 它本来它也是属于火的力量 对 天灾人祸会比较多 天灾人祸会比较多 对 好 刚刚不小心就是一看到这一页 就直接点了是非味 然后老师就跟我们 中火 对 就是传说了很多 就是是非味 今年是一个非常 就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方位 是的 那我现在 毕竟我们这是一个 自己号称知识类的一个节目 错过我们去年的流年风水布局的观众朋友 去我们的官网啊 我们的Facebook YouTube去注册 就可以收到我们过往视频的播放连结 那如果去年没有看到我们讲九宫飞星的观众朋友呢 我们现在在这边小小的体外话 再跟大家讲 那就是有九颗星它们会在每一年飞入不同的方位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荧幕上面 它是有九个不同的方位 然后每一个方位它会飞入 它在就是夹成年就是飞 飞入了那颗星 它就是在那一个方位 是的 老师用比较专业的话语来 形容一下就是九宫飞星到底是什么 是 九宫飞星是这样的 是因为风水它是讲九星 然后这个九星它会依据 某一种就是固定的一个顺序 哦它们是固定的 它们是固定的 去年啊 去年我们知道是四入中宫 然后今年是三入中 明年其实就是二入中 它是一个地点的一个关系 然后到一之后又回到九 又回到九 没错 然后九了以后 它又按照一定的顺序 它就可以把另外的八颗星 你就会排出它所在的这个方位了 老师那那个九宫飞星 它的那个飞的顺序 它是有规律的吗 对 它是有这个规律的 而且每一年它的星星的这个飞 它是按照一定的路径来走的 我想看一下它的路径 那个路径我们要交给James 对这个路径很熟悉 上南下北的 从中宫开始 中宫先决定 它先飞到这里 然后再飞到这里 然后飞到这里 再飞到这里 然后下来飞到这里 再到这个西南方 然后从西南方到东 到东南 如果到这样今年的话 从这里三开始 先飞到西北 西北就是四 四然后到这个是西 就是五 五黄就带五 然后飞来这里 这里是六 那就是东北是六 再飞到南 再飞到南 就是九 不是 七 七 再下来 这个北就是八 八飞上去就是九 九下来 倒数回一 一 然后到二 嗯 对 就是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 对 他就是给观众看一下 他的顺序 对 但是因为从 因为在风水当中 一般我们看这个盘都是上 南 南 下北 但是呢 所以我们我们当时记的顺序 也是以上南下北来记的 但是啊 因为今年方便大家联系 方便大家去理解 刚好是 我们反过来的话 就是跟 反过来就是跟我们的这个 PTT上面的图是一样的 对 而且他的这个顺序 假如说大家记忆起来很辛苦的情况下 其实就把我们的这个后天八卦的这个这个树把它记熟了以后 我们就能把这个顺序记到了 大家还记得后天八卦是什么吗 南是九 北是一 后天八卦 后天八卦 我们又让我们的James很快就能为大家画出来 后天八卦 上南下北 对 有一个口诀之前有跟大家讲过的 带九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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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2 8 7 3 4 5 对 这是后天八卦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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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是上南下北 但是我们记这个树的时候 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很有趣的 对角一定是合十 对耶 4 6 8 2 3 7 9 1 中间是5 中间是5 而且这条线下来一定是15 对耶 这就是后天八卦 好有趣喔 所以我们在讲说哪个方向代表什么树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说南方代表9 那9子离火 它是一个火星的力量 然后 那个北方是1 1是属于贪婪 贪婪 砍水 这个就是 后天八卦 好 所以把这个顺序记下来了 我们每年的飞行 这道中宫公司什么 行一下子就排出来了 好 但是为了让大家就是 尤其是初次看我们的这个流年风水的观众朋友不要混淆 我们现在就是用我们就是用我们荧幕上面给大家整理的表格好了 就是大家知道说A它其实是有一个它飞行的逻辑存在 其实这样想想挺有趣的 人家不是说风水轮流转吗 对 原来是真的是星星会轮流转 它是的确是轮流在转的 是的 这么样的一个概念 这样 对 然后就只是想要就是题外话 让大家知道说A就是风水它其实是有它的逻辑存在 那我们就以就是图中这个已经为大家整理好的表格 我们再继续的看下去 好我们现在知道了它的9个宫就是9个不同的方位 包含了中宫它是这样的一个飞行的这么的一个存在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它每一颗星是代表着它的不同 主不同的东西 那今天是在各种 今年是在各种不同的方位 那根据这些方位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A我们如果要催旺或者是我们要去消灾的话 我们要怎么去做布局了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的 好的 那我们就先快速的看 公位好了 就是 诶其实在讲公位之前 我倒是有另外一个想的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都是9运的一个开始嘛 嗯 那我是听说在9运的开始的话 那我们之前做的8运的布局还可以续用吗 8运的布局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假如说以看风水的角度来看好了 那你的因为所有的看你的这个房子的地运 我们一定是以你的房子建立 建立好的那个年份 没错 那有很多的房子 比如说他在过去20年他是建好的 或者他在那20年当中他翻新的 那他纳的是8运的气 那我们去看风水是按照8运的这个地运盘的这个飞行来飞 就是我们之前呈现过很多就是我们有山星有水星 一下子拼成了一个一个不同的方位的这个角度 那是按照8运来走 但是比如说有很多的房子 他当时他是所谓的望上望向 他纳的是8星的气 对吧 纳到9运他这个气就退了 所以有很多的房子他可能在8运的时候 他是万人丁万财 但是有可能就进入了9运的节点 他就开始不行 会有事情发生 那这个就需要关注 对 但是布局上面还是按照8运 按照房子的这个本身的气来布的 但是只是说他会变 对 讲到就是气运过 James好像有一个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什么故事 你刚刚我们先聊的时候 你不是有说最近的新闻吗 以前在一个朋友他们来研究 那个Sky City的那个大门 啊赌场 我们之前有讲过Casino的布局 对 然后那个我们那个时候刚开没多久 大概应该是在十几二十年前 我们如果还在新西兰的话 可能会有印象 那个他的大门的方向呢 跟现在稍微不太一样 然后进门的 不知道你们记得以前有一条船 那里 毛利船那里 好像有看过在那个电梯那边 直接直插在那里 那种 然后他也特别去量了那个大门的那个方位 就是双七 对前面 后来好像他们经过一段时间 就那个生意不太好 然后就大翻新 翻新成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他们那天去量好像是双八 不知道怎么弄了 后来这个前阵子不就 那个Sky City做了一个新闻吗 被罚了好多钱了 是因为换酒运了吗 就好像就刚刚好酒运一开始 他就好像是初一那天 还是那几天 这么刚好 刚好就一开始他就中枪了 好玄哦 是 他有时候他一旦 比如说他算算八星 对 他的过期其实未必是在最后一年 只是他正式进入酒运的那一年 他会忽然间完全没力量 通常我们以前讲过是 他在五年前 就是他有前五后五之说 那他的退期 其实应该从2019年 他就慢慢的退了 因为事情一定是 有他的一个 19年肯定退了 有酝酿的一个期间 那时候lockdown 他根本就开业不了 对 真的是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我是想要跟各位观众朋友就是 大概就是说明一下的就是 因为今年是 不仅是酒运的开始 然后也是假成年 然后所以不管是 去年看了我们去年的 九宫非新 而布局的观众朋友 或者是今年新加入的 都是需要好好的看我们这一集 然后重新的 不管是重新的更换 或者是好好的 就是看着我们的内容 然后去做布局这样 就今年 今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 因为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是的 嗯 好的 然后 老师我在想 我们要先介绍我们这九个方位 还是要先让大家 学着怎么在家里面找方位呢 你觉得我们要先 我觉得 先学怎么讲方位吧 怎么找方位吧 好的 那我们 因为 因为我想说大家可能很好奇 就是九个方位 我是 在家里面拿那个 手机的那个指南针就可以找了 还是他有一个 比较 呃 不一样的找方位的方法 嗯 好我们让老师来先 就是教大家怎么找方位 然后我们再来介绍 今年的每一个方位 它 它是代表怎么样的 呃 是哪一颗星飞入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呃 第一个呢 是我说的是确定这个房子的朝向 呃 确定房子的朝向呢 关键关键的点 因为新西兰它的一个形式的一个特殊性 这边有很多的山 就是有很多的山坡 坡啊 坡啊 房子的形状也很奇怪 也很奇怪 对 而且有很多凹地啊 对不对 然后有很多房子是建立在地面下面的呀 那所以说 这个朝向我们要关注就是啊 关注朝向就是给这个房子你的你的叫做啊 等于说你的向方和你的靠山方你要有一个定位 你定位了以后你才知道说哎 这个房子我的外部的形状方面有没有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有一些房子你你你你靠山的地方你没有山 然后你后面空空的或者是你一个大斜坡 我们之前在在讲风水行刹片的时候常常会有提到 那这种房子关键的是你先把它的外部的形你你你做起来再说 或者有一些房子比如说它是在一个马路下面凹进去的 那这种房子尽管你是在流年飞行当中你很努力的去吹这个财 但是你前面行上的行上的东西你没有破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我吹这个财好像力量就怎么都起不来 因为在风水的一个理论当中它是70%它是行 30%才是气 而在讲流年飞行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在讲着气的部分 所以是30%就是30%的那个部分 所以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外部的形煞的东西我们没有化解 尽管是你流年飞行用它流年的气去吹你会发现我永远都到不到那个点 所以这个大家是需要知道的一个部分 原来如此还要先把就是外部的一些内外部的形煞先化掉了 才能够好好的去看这个方位布这个流年的局是吧 是的 而且在形煞方面 而且这个形煞的这个东西呢 因为之前我们也是花了好几集去讲风水形煞吧 对 错过之前讲我们外部形煞 我们好像用五集还是好几集哦 五六集一直在讲形煞 对 因为非常的重要 对 因为形煞它为什么重要 就是假如说你在它流年的凶的方位 就譬如说今年比较凶的是西边的这个五皇位 你在五皇位假如说你很不幸你见到一个发电站 你见到一个电塔 然后或者你见到那一种破破碎碎的三十的那个东西 那不好意思五皇煞正好就把你这个形煞再出发了 对 这个力量就会非常的大 很凶 对 那假如说你的五皇位你没有见形煞 你可能只是说我可能只是一个睡房 或者我只是一个纳气口 但是我其他的地方是很好的 那这个东西它就很好解 这个就好像你发烧感冒一样 可能给到你一颗药 或者放一点东西它就化掉了 而你不要动手术 但是假如说你是有个大的形煞的话 那么这个问题就会非常的大 搬家吧 可以用东西去化的 但是假如说很凶的话 那么还是需要搬的 要去请专业的专业的风水师来帮你看看 对 是 好 所以第一点先确认房屋的朝向 就是我们在开始看防卫之前的重中之重的前提是要 因为就是行语气 对 行语气的一个结合 对 这是第一点 还有第二点就是讲到房屋的这个朝向 我们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大的屋子 它是一个大的太极 那一个大的屋子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的纳气口一定是它的门 你从哪里来就哪个门 假如说你走车库比较多 那肯定是车库门的纳气 你走前门比较多 那么就前门的纳气 假如说你有个花园围起来了 你有gate 那么gate就是你的这个房屋的纳气口 这个都要看 假如说你要说单独看厨房 那个罩所在的位置有没有凶 一个是配合它的门口去看 第二个是配合这个 叫做这个厨房的这个纳气口 你也要看 就是门如果是开放式厨房怎么办 开放式厨房你就看 你最就是最常用的那个动线的那个口在哪 比如说家里人常常会从 比如说左边走向右边的 那么它左边的那个小过道的那个口 就是属于它的那个方向 但这个呢就是我们要 比较小心的就是看它是不是 比如说在一些不太好的方位 比如说今年是西方 或者是今年的东南方 假如说是在这几个方位的话 那么你在那个角度 我们再放一点东西去画 是这样子 好所以就是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要看它的纳气口在哪里 对这个纳气口就小太极的方向 那同样比如说你只是租房子 那么你就看你的那个房间 你的门开的方向是在哪里 或者你以你的房间有一个八方 你就把它分布好了以后 找出它的八方 然后你就在特殊的地方放一点东西 所以不一定要 就是比如说你 你们是全家都住在这一栋房子 那当然的话就是以这个房屋的 纳气口作为一个依据 可是如果你只是租一个房间 或者是你只是一个办公桌 自己的办公室 那就是以它的那一个房 那个单位 那个小房间的出入口作为纳气 对那个范围 对还有一些人 比如说他住一层的房子 那么就是以你楼梯上去的那个口 原来来作为他的纳气口 或者是电梯 或者是他的电梯的那个开门的那个口 因为比如说住公寓的话 那就是以公寓的那个自己的房 自己的门 对假如说你是公寓的话 那么你就看你的入户的那个门 所在的那个方向 而不是整个大楼的那个大门 对大楼的那个是一个同餐 就是看这一栋楼它望不望 但是大太极有大太极的力量 小太极有小太极的力量 就是虽然它小太极的这个力量 并没有大太极的力量来得这么大 但是你既然那个是你的特殊的空间 那么你也可以在你的单独的空间里面去布局 那我们首先我们已经知道说 我们要先看房子的朝向 因为行跟气 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的话是 我们要怎么样去找到我们房屋的中心点 对 然后来去定下我们九宫的这九个房位呢 有没有什么一个方法去看 对因为我们在讲立极点嘛 无论是你的小房间还是你的大房子 那大家要知道立极点就是一定是你 就四个角的交汇的那个点 所以你是用两个角之间变成一条线 然后另外两个角变成一条线 它所相交的那个点 就是属于这个房子的中宫部分 好 那我们上图片来看一下 就是刚刚老师说的就是房子的这四个角 就比如说大家看到我这边我的鼠标吧 就是这个中间这样子过来 这是两 这是一个对角 然后这是一个对角 它中间这个97的这一个部分 就是它这个房子的中心点 中心点 对 然后中心点对过出去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八方 这样子就能分出来了 原来 原来如此 我觉得这边要先跟大家强强调一下 就是大家可能会看到就是 好像这个线并没有刚刚好在它的这个上面 就是因为这是罗盘的方位 对 不是房子的线 可是这个中心点都是一样的 都是在这边 对中心点是一样的 这个是你看到它偏了 就是因为它本身它这个房子就是偏了 它不是我们叫做正山正向 它不是正山正向 它不是正山正向 它稍微的偏一点 稍微偏一点 对的 那老师那如果 因为其实新西兰的房子很少有这么方方正正的 那如果有缺角的情况要怎么去看呢 或是家里很多角 对 假如说它有一个缺角的话 那么你就想像那个角它是存在的 因为它已经缺了 所以你得把它那个角算是补起来了以后 找出它补了以后的那个角是在哪里 然后跟另外一个真实存在的角作为一条直线 是 了解 就是假如说你们家的形状比较没有那么的就是方正 还是把它想像成是一个方正的一个格局去找到它的中心点 对 是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那这就是找到中心点的一个方法 一旦找到了这个中心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螺盘或者是用大家如果家里面就是没有没有螺盘的话 我们可以用指南针去看它的就站在那个中心点 对 然后去稍微看它的方向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简要的基础的一个找中心点的方式 因为老师刚刚也跟我们提过了 新西兰它的地面也不是很平啊 可能大家的房子在坡上或者是在比较低洼的地方 这些其实都会很大的程度去影响你这一个房子的方位 对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想要好好的去布一个非常准确的局的话 建议还是要联系我们老师或者是一些专业的就是风水师 去帮你做一个很精准的布局 但是可以希望大家透过这一个比较出钱的方式去理解 怎么去找出房子的中心点 是 这样 然后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如果有螺盘的话 是可以在房子的外面 外面去做一个数据的测量的 通常就是在你门口外面五到十米的这个地方 但是要注意坡度啊 因为坡度 对 我觉得好难哦 好像还是得找正义的 嗯 嗯 好 那不知道这样子大家对于找方位这个有没有比较好的理解了呢 如果大家还是不清楚的话就是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们会根据大家的问题 好好的再做一级一难杂症哈 不过我觉得我们刚刚这样讲是 比较清楚 希望是比较清楚一点啦 因为我知道 包括我自己就是对于找方位这一个也比较有一点困难 因为这真的是专业领域了 对 你在外面不会有人跟你讲怎么找方位的 对 真的因为太难了 嗯 是 对 好 不过希望就是刚刚透过刚刚比较概要的一个讲述了之后 大家知道怎么样去定我们的方位了 嗯 好 那一旦定了方位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看今年的飞星是怎么个飞法了 嗯 对 今年山入中宫啊 我们讲了吗 刚刚讲了 我们刚刚讲了中宫 那我们要不要好好的再就是稍微简要的看一下 我们其他的方位 他是飞入了怎么样的一颗星呢 好 嗯 今年我们通常就抓四大雄尉 嗯 然后五大集尉 哈 可是这样想想是不是其实老天爷对我们是好一点 因为集星稍微多一点 是的 嗯 我们可以可以这么这么理解哈 因为上天有什么互擅志的 没错 对 好人比较多 好 那我们先讲雄尉吧 啊 从飞星的角度来看呢 中宫今年肯定是不好的啦 啊 然后还有就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他的西方 他的西方今年是这个五黄联真星啊 一个大病啊疾病的位置 啊 然后还有就是他的东南方 东南方二黑巨门星的地方也是不太好的 啊 还有就是他的正南方啊 正南方的一个破彩位 所以这几个方向呢 不适宜那七 就不适宜有啊 门 大门 常常啊 进入的也不适宜做房间 也要特别特别注意 就是说这几个方向 你啊 不要去刻意的去触碰他 你外边有没有行煞 你外边有没有工地在建 这个都需要注意的 嗯 原来如此 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 我们今年四个需要注意的方位 那首先就是我们刚刚有一直都提到的 就是我们今年是飞入了就是 呃我们的中宫是三臂 三臂 三臂星 它是主是飞的 嗯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正西方 正南方 以及我们的东南方 都是我们呃 呃今年四个 十大凶行 对比较比较需要注意的方位 是的 呃今年加个体外化 因为新西兰它是在东南方 所以今年这边的疾病 嗯 会有点严重 嗯 所以大家要呃 今年冬天的时候吧 要比较注意流感的问题 嗯 还要注意吗 年年都在注意了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嗯 今年这边会比较严重 而且会有一些不太好的 事情会发生吗 但主要是走疾病方向 嗯 好 因为我们是在 东南方 在地球的东南边嘛 嗯 所以今年新西兰澳洲疾病都会比较严重 嗯 好 那我们就是先把 就是丑话讲前头 好 我们要跳到开心的部分了 那就是我们的集星位 好 啊 集星位呢 有这个 正北方的 八白 祖辅星 正彩位 然后啊 东北方的偏财位 今年东北方的偏财位 比较有力量 因为是个土生经的一个 一个五行 所以今年偏财位的力量是比较好的 然后还有就是 啊 正东方的桃花位 啊 还有这个西南方的喜庆位 以及这个西北方的文昌位 嗯 嗯 原来如此 就是有五个方向可以 对 吹一下 嗯 西北 正北 东北 正东跟西南方 西南方 对 是好的 老师那有 那今年有没有什么 有几个就是力量比较强大的 星 在哪一些方位呢 对 今年其实比较要注意哈 啊 其实每年都需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五黄联真卫啊 大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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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那五黄联真卫它主要它是主这个意外嘛 然后也是主这个比如说雪刀啊 啊 所以今年我们的西方西方社会哈 比较今年比较有比较大的事情要发生啊 然后啊 而且它的这个西边它又属于女性 属于啊 女孩啊 还有我们在讲风水命贯的时候 我们也有讲到这个西式命 那要注意假如说你又正好是女性 然后你又是家中的女儿 然后你又是西式命 那你睡在五黄位 那这个问题它就会不断的加倍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关注这个方向啊 不是一座 不是一座那七口 不是一座房间 嗯 好 那第一个的话是五黄 还有没有什么 哪一些今年就是还 还蛮可以 啊 其实今年的喜庆位是很好用的 哦 因为今年是酒运的开始 酒运的 对 所以它的这个酒星的力量就特别好了 嗯 那假如说你想要 比如说求个姻缘啊 然后你想要 呃 呃 就是你有个什么心愿 想要完成啊 或者你想要升职啊 加薪啊 都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个喜庆位 因为它的力量会比 呃 呃 就是去年 2023年它的力量更大 因为今年是酒运正式开始 正式开始 它要当道了 它要当道了 对的 嗯 老师那你刚刚说姻缘 就是我想问一个题外话 那就是催桃花韵跟催喜庆韵 喜庆味的这种桃花有什么不一样 哦 是因为我们讲桃花星 我们会讲到比如说一百堂狼星 然后这个九子的幼鼻星 这两个我们都会讲是桃花讲姻缘嘛 大家比较注意的就是这个九子星啊 它是主的是正桃花 哦 它主的是婚姻 那假如说你想要正正经经的谈一段恋爱啊 有一段良缘 那么你就以吹这个九子星的力量为主 那假如你只是想要人缘好一点啊 然后多受一下异性的关注啊 然后你想要说慢慢来 我先看一看 那么你就吹桃花星 就是一百堂兰星 啊 所以海王海后就吹一百堂兰星 然后正经的结婚嫁给人 就吹一下九子幼鼻星 可以这么说 但尽量奉劝大家别打海王海后 我们还是一个正面的节目这样 怎么了 James你要吹哪一个方位呢 我看你好像要吹 吹到那个 可以两个都吹吗老师 我们还是要有个 那就会结很多次婚姻 最好是有一个侧重点啦 对 有一个侧重点 人不能太贪心 不要太贪心 对 你两个都吹真的搞不好会乱掉 就是很多段婚姻是吗 就是同时有三个人求婚 戒指都不还的 开玩笑啦 题外话 原来如此 好 所以今年老师说 因为我们现在是久运久星当道 所以 翠望喜庆味 其实对 就是喜 只要是喜事 都是挺好的 对 工作运也挺好的 然后我刚刚有听到老师 又点名了偏财味 我想听听看 那今年的这个偏财型好用呢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乌曲星它是属金嘛 那东北方它是属土 所以它是一个土生金的力量 所以它会特别把这个 乌曲星的这个力量啊 它会给到它一个增加 加大 对 放大 嗯 不过老师 因为之前我们在提那个 紫微斗树 就是四化的时候有说 其实今年也是一个低调的一年 对 就是大家就是比较踏实做事 那这个对于 那不妨还去买LOTO 哈哈哈 可是去买LOTO还算踏实吗 偏钱 偏财 我们还是可以催望偏财运吗 意外之 还是我必须要属鸡 哈哈哈 属鸡没得选 是不是属鸡 这个已经命中注定 所以假如说你还想说 那我想多挣一点钱 那其实今年是可以不妨把这个偏财位 稍微加大一下它的力量 好 所以是可以的 也可以的 小小的布局一下 对 也不算太贪心 哈哈哈 跟Jem说不妨爱去中 低调的布局 低调的中一个LOTO 哈哈哈 对 中了只是不说 就算低调 哈哈哈 好 那就是我们今年的 老师还有其他的吗 还是就这三个方位 我觉得先关注这三个吧 因为我们接下来讲布局的时候 我们再细细的去讲 好的 没问题 那就在这边再跟大家 就是 我们recap一下 那就是我们 每一年都很 很需要注意的大boss 我们的五皇位 今年的话 他是飞到了我们的正西方 然后 他是一个比较凶的位置 不过 额外的有两个好的 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 新飞到的方位 那就是我们的西南方的喜庆位 跟我们东北方的偏才位 是的 老师真的方位好重要 因为你看 正西方跟西南方 他们差那么一点 差几度 就是天堂跟地狱之别 是的 所以为什么我 希望大家能把这个方位 给找明白了 因为 比如说这个喜庆位 他是属火嘛 那他是喜欢一些比较 就是火性元素强的东西 那比如说紫色啊 比如说红色可能太太太旺了 那比如说粉红色 你想要姻缘你用粉红色 但是万一你把这个粉红色 不小心放到这个五皇位 那他的火就会吹旺了他的五皇土 那么就不太好了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小心 真的是要小心 真的是要小心 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是 非常的想要就是 好好的布局的话 建议还是联系一下老师好了 因为真的是一步之错 你可以去布什么东南方啊 镇东方无所谓 对 差一步都是好的 可是真的是今年的正西方 跟西南方 要非常的小心布局了 在这边跟大家就是额外的提醒一下 不要自己乱做 因为James好像有一些 那个方向不错 真的是会出事的对不对 故事 他也不是不错 就刚好那个地方 一个 怎么讲 那空间 刚好是有两个方位的 一个是 那个 一个破台位 7 7 7 什么 7此破军心 破军心 我们旁边那个是 那个八白 嗯 然后我们自然就吹那八白嘛 结果呢 这边也好像一起吹来 就 就雪花一样的那些投诉啊 什么都一起来了 是 真的 就是 你倒不如不吹好了 所以就如果是在一起的话 那可能就 是不是得小心 因为 因为 呃 你吹 不要想吹旺的那个地方 连不好的一起带动 是 是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 我觉得用水晶 水晶球 你还不要用水晶柱 因为水晶柱它会有那种 尖尖的一个元素 放在不好的位置 也会导致问题 用水晶的水晶球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要么就用铜葫芦 要么就用铜葫芦 要么就用水晶球 万用的铜葫芦 对 因为这个它一定是进化的能量 你放错了它也没有关系 它不会把你的凶性激发起来 真的 这个方向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 我实在又不想请专业人士 然后我又想挺好的 那么你就用这个 用水晶 用水晶球 而且是要圆圆的 根据不同的 想吹什么有不同的颜色 我们之后会在那个 风水就是布局的 布局里面 对 里面 我们会再重新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颜色的水晶球 是可以用的 那比如说像是今年 比较关键的这个西方 跟这个西南方 那西南方假如说它是九指星 那你用紫色的水晶球 那紫色的水晶球 其实它本身 它也自带这个进化的力量 万一你放在这个五环位 它至少它不会把五环的这个凶性 把它激发出来 没错没错 真的就是 如果像我这样的门外汉 可是我还是想要 就是稍微小布局 我就采取保守的策略好了 保守 真的不能太激进 反正也是需要低调的一年 对 真的 就是与其 就是要布局 就不要 就是不错局 不然就是 这么讲 就是化舌天主了 反而是不好的 是的 好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了我们的九个方位 然后还有介绍了我们四大凶位 跟我们的五大吉位 那还有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方位 那就是我记得去年有一子提到的太岁位 对 太岁位是按照当年的这个地支 地支的 方位来找的 那比如说今天是甲城 那在风水当中 陈迅市它都是属于东南方 东南方 好的 让我们来上图看一下 那就是除了我们的 它的各个星 它不同的星性之外 还有我们的就是太岁位 跟其他的需要注意的流年煞位 对 对 因为这个在九宫飞星图上面是没有的 所以这几个方位 大家可能要额外的去注意一下 那今年我们知道它的太岁位是在东南方 然后太岁位的对攻位置一定是岁破位 所以 岁破跟太岁有什么不同 就是它是冲太岁的那个位置 就我们我们我们讲地支的时候 不是常常会讲到六冲吗 冲的时候就不好 对吧 那所以说今年它冲的这个方向就是在西北方 原来如此 所以所以我们的小病位 我们的二黑巨门星是今年的流年太岁位 它对过去的文昌位 四元五曲星就是它的岁破位 岁破位 对 我们要知道这几个方位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能动土 因为在太岁头上动土 对 你就一定会有灾 那你这个动土你自己不动 就哪怕钉钉子我都奉劝不要 不管是你屋内还是屋外洞都不行 假如说你很不幸在外面见到工地 或者他们要开始挖土了 搬家 搬不了了怎么办 闭着眼睛永远不看那个方位 那也不行 所以就是一定要注意至少大家去请一个那个陶木八卦 就放在那个方位 或者我们有山海镇的一个盾牌 你怎么样你都把这个萨稍微挡一挡 好的 没错 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 而且在风水当中 它还有一种无形的萨 叫做雾极雾天大萨 之前在我们的 我之前讲风水的时候 有讲过这个 这个萨的一些口诀和算法的 那雾极雾天大萨 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萨器 他都已经说大萨了 对的 所以今年的东南方一定要小心 因为一旦你动了土 你是触发了三个问题 对吧 太岁 大厦 那个黑小土味二黑 对 所以呢 而且我们新西兰就在东南方吧 对 新西兰在东南方 回国吧 没有 新西兰在东南方 它的问题主要是这个二黑的问题 然后你的太岁位也好 雾极雾天大厦也好 你只要你不动土 你就不会触发它 你动土才会触发它 所以大家也不想 所以地球还不安全 你就不要动它 就好 它每一年都在飞 让我很困扰 好 所以就是今年真的 东南方 真的是三重的危机 是 东南方三重的危机 还有一个是正南方 三萨卫 三萨卫也是 你只要是在这个方向动了土 今年一定破财 本来今年就不是一个很挣钱的年份 有没有 所以这个方位 大家也是要特别注意的 我现在觉得很安全的 很peaceful的就是这一个角 就是正东方 东南方 正北方 东北方 跟正东方 就是 今年还是不求姻缘好了 我求个偏才 也是哈 不然的话西南方一下子犯错了 对 就会有问题 对 真的是 你看 虽然是九韵 可是这边 充满了危机啊 比如以围棋来讲的话 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 被攻城的局 是的 被包围 对 今年催催东北方 先振振钱也是可以的 没错 没错 这就是我看下来最保守的方法 其他防卫都太危险了 没有啦 开玩笑的题外话 老师刚刚讲说 我们的太岁碎破跟山沙 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动 不要动土 对 不要动土 对 所以其实我刚刚是开玩笑 就是如果在家里面小小的不取一下 其实还是OK的 对 是但是也不要换炉灶 有很多人喜欢 有时候我们的灶头不太好了 我要换一个灶 你的灶角是在碎破山沙太岁位 也不能吗 不能换灶 那电磁炉的那种也可以吗 你电磁炉没有关系 你是拔掉它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动你的灶 你的灶在这几个方向 本来它就不好了 然后你再换一个灶 那它会直接牵引整个屋子的气场 我试过有客人就是因为换灶 结果出了事情了 天哪 扳价吧 不用 假如说你一定要换 实在没有办法 那么我们就按照你一定要换 这个灶的方法来给你解决 就是我们前期 我们先给你把这个煞气去掉 然后你换 换完了我们再放东西再去增压它 这样也是可以的 大工程 对 就是你有个流程需要走 但是你不是避不得已的情况下 你不是真的没有办法烧火做饭的情况下 还是尽量避免这个换灶的问题 没关系 灶不能用就别用了 我们就 就不吃饭了 今年都吃外卖 催一下偏彩运 嗯 好 那这就是我们 除了我们九宫飞心 额外的需要注意的一些流年的煞味咯 嗯 好那希望今天就是节目跟到现在 大家有 首先几点要就是提要的话 就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知道说 我们今年是九运的开始 要换换气了 去年做的这些布局呀 或者是之前做的这些布局 我们都要根据今年的 呃流年的飞心做重新的调整 就是第一个我们今天的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二个的话是怎么找方位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了解 今年的呃飞心的整个 它的一个飞入的哪些工位呢 然后还有我们的额外的沙尾需要注意了 嗯嗯好那今天节目其实到这边 时间也嗯差不多了 那我们把怎么布局留到下一期讲吧 嗯好不好 嗯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然后有错过我们过往的事情 因为其实我我发现我们很多很多的 内容在去年都有 在各个不同的集数都有提过了 就包括形煞呀 或者是我们每一颗心 它的心性或者是五行 那如果就是对于呃这些 这些内容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呃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去我们的youtube 还有facebook呃注册 那就可以说到我们过往事情的回播 过往视频的回播链接 然后大家就可以自己在下一期节目之前 先做一些功课了 然后如果想要知道怎么布局 怎么布局咯 嗯好那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